那么有的网友说想看一下真三国无双八这款游戏的司马师的故事剧情 那么今天呢我就来使用司马师来走一下他的剧情 他呢司马师是在这款游戏第十一章开始 也是后期才有的 现在让我们来开始 在蜀国 刘备亡顾后 其次刘善继承了地位 诸葛亮等忠臣全力辅佐刘善 以图复兴国力 不仅击退了魏军的进攻 还成功压制了令人担忧的南忠 另一方面 吴国击退了攻打伊陵的蜀军 接受了诸葛亮的提议 在此与蜀国结盟 一切都是为了对抗觊觎天下的魏国 在此期间 魏国为了以万全的态势迎战蜀武 一直致力于内政 不断积蓄着国力 司马师 自紫园 司马懿的长子 司马昭的兄长 司马兄弟登上历史舞台时 魏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魏帝曹丕死后 蜀吾同时发起进攻 司马师与父亲和弟弟一起为迎战做了准备 蜀军都要攻过来了 你倒是很轻松啊 父亲和兄长都在这里 剩不下什么事情给我做啊 对了 蜀军那些人真够拼命的 居然能越过那种悬崖峭壁来攻打我们 当初刘备自居为汉室正统 才创建蜀汉 自立为皇帝 所以我看igos 你来炭湘能务刺的 听你的蜀军 这张炖峰 这张炖峰啊 又能战斗 大战贾到那边进攻打 不ий关上中 二年 这张炖峰 两年 八年 八年也就成功 至少 第三年 六年 六年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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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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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将大战之人 为什么越有本事的人 越短命了 是啊 他走得实在太早 因此曹丕大人突然离世 才会让我们魏军 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而蜀汉那边 则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 高涨的士气 加上诸葛亮的老谋深算 说不定会让他们 一直冲到洛阳 那么 吴军自然也会呼应的发起攻击 这样一来 也不能从荆州抽掉兵马了 唉 这可就麻烦了 没时间抱怨了慈善 我们也要赶快上阵了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 看一下 这个 他里边的顶级武器怎么买 只要你到这个古前收藏家这里 每个大城市都有这个古前收藏家 找到他 去买 用这个 这种币 如果你看右上角 那有四种钱币 那么去买这个 一般这个主简的后面有改 主简是黄色主简 都是顶级的 一级的装备 或者武器 那么搭配这个角色使用的武器来去购买 相应的主简 刚才买主简可不可以直接开发呢 啊可以 所以这把剑是可以直接开发的 因为我的素材全都齐全 一般这个装备我都装备这个金罐 金罐就是可以直接将敌人打落的物品吸过来 再加上一个增加经验值的 弓箭的增强弓术的 和一个迅速补充体力的 这几个宝物 现在强化一下我的术值 我想多强化我的攻击力 这几个宝物 下后毛将军 在南安深陷险境 必须尽快赶往救援 但如果赶去救援 我们这边就会变得兵力薄弱 如果这里被敌人夺走 可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冷静点 你们就算再着急 也于事无补 谁来说明一下情况 报告 蜀军在祁山 天荡山 和街亭布下了阵势 当前 夏侯毛将军正在南安 与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主力 进行交战 但是 战局似乎十分不利 夏侯毛大人恐怕不是诸葛亮的对手 必须尽快赶去救援 可恶的诸葛亮 是想利用狭窄小路多方向进攻 来弥补兵力上的不利 阶庭的守将是谁 是诸葛亮的弟子马素 据报告 他已经在阶庭附近的山顶布针 不是阶庭山脚下 而是山顶 怎会如此愚昧 不过 对我方来说 还真是侥幸呢 阶庭山顶地势孤立 连水源也没有 只要控制山脚 其阵势就不攻自破 到时候 我们就能轻易取回阶庭 蜀军向天荡山分拨兵力 是为了隔断长安 与我军前线吗 应该是的 另外 此山南策是一处要地 敌方应该配属了精兵强将 需要警惕 我明白了 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 我名为江伯月 原来如此 你就是传闻中的 天水麒麟儿啊 虽然诸葛亮多方向进军 但是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长安 他一定会全力保住 街亭和天水 这两个攻打长安的要地吧 江伟 你要死守住自己的故乡 是 遵命 好了 准备出征吧 我们要斩杀诸葛亮 好 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要让他们再也没有胆量 踏足此地 先把马叫过来 将为一人肯定应付不来 我还是去救他吧 先做一个小任务 我建议大家去做一下这些支线任务 单线如果等级很高的话 也可以直接跳到主任务去打 当然了 这个打一下小任务 我觉得还是至少打一个小任务 还是有必要的 第一将在哪儿 还没给我的武器装备 拿这个宝珠 装备之后你的武器会变得更强 我会送你去见 比较出剑 比较出剑 抽 到 这个体脚还是比较简单的 主要是应该说我装备那个武器比较强 然后拿着顶级武器去打 其实我整级比贵手稍微差一点 我的武器弥补过来了 诸葛亮 这个就是这一章的主任务了 祖国的北伐 这样就是要阻止诸葛亮进攻卫国 你的对手是诸葛亮 来吧 先来一个大招 应该也是比较简单的一章战斗 如果敌将身上冒光 或者是在冒气 那说明那个敌将是处于暴露状态中 那种状态是比较难打的 没想到你居然能抵挡住诸葛亮的猛攻 吓猴霸大人 喂 姜维 你挺像丢了盒似的 不想 不想再开心一点吗 狄将已被我击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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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我当儿子 不正名人胆颤了 那个诸葛亮给诱惑了 引诱了 四马懿大人 现在不必追击蜀军吗 看来诸葛亮拉拢了那个姜维 什么 虽然可恶 但是我军的阵容已经泄露给了敌人 现在追击一定会遭受沉痛打击吧 既然如此 现在还是干脆地撤兵吧 司马懿大人 我明白了 我这就向士兵们下达返回洛阳的命令 汉中方面继续由我不负守卫 毕竟这里还有很多夏侯渊将军遗留下的士兵 先告辞了 主公 真是时不我待啊 如果您可以再多活几年 天下便可以摆脱乱世 大步向前了 再说 最后 wojewtwo 给 epo了 我想救区 使马懿 武 digamos 如指你 他说 有精彩 就当心中發生了 我身 particulier 说 像这方面 你是个人 这样你有 boun 就是 这日目 triangles 更有事 传闻司马懿族 不 传闻你 企图篡夺皇位 流言并无凭据 且以为不足取信 果真如此吗 各地的城门上 都张贴了司马懿大人 企图篡夺天下的告示 难道还想继续装傻吗 什么 到底是什么人 干出这种事来 何彦 你先带着大家出去 朕想和司马懿一家聊聊 遵旨 先帝驾崩后 这个国家变得动荡不安 朕实在不愿 动荡再次升级 司马懿啊 为了避免混乱加剧 可否委屈你暂时离开 您这话没道理啊 您知不知道父亲这些年 为魏国付出了多少 紫尚 在陛下 在陛下面前不得放肆 父亲 是还要失言了 既然陛下有命 我司马重达 谨遵圣命 紫尔 紫尔 我们前往许昌吧 对不起 司马懿 父亲 陛下这次的旨意 实在是没有道理 实在是没有道理 那时即便紫尚没有对陛下不计 我肯定也会抱怨几句 对吧 您看 连向来冷静的兄长都这样说 父亲 我们去跟陛下说说 请他收回折据的命令吧 请他收回折据的命令吧 父亲 可是 而且 此次折据就要结束了 夫君 赤史加林 由于诸葛亮 率军攻打了五丈元 因此希望您火速贡献对策 夫君尚未露面 赤史就已经和盘拖出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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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来了 诸葛亮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不过 比我想象的要快啊 看来 他也有些急躁了 父亲 难道说 您早就猜到了这一切 您是为了引出诸葛亮 才同意折据的吗 难道说 您早已猜到 各地张贴的谗言告示 都是诸葛亮的计策 哎 父亲果然厉害啊 敌人在五丈元吧 原来如此 诸葛亮 春华 告诉赤史 不得攻打五丈元的蜀军 一定有暗兵不斗 我知道了 真是短暂的休息啊 夫君 紫园 紫上 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我们 直接赶赴五丈元 本人 胆小鬼都吓死了吧 啊 连迎门都不敢走出来了吧 哼 不后一打仗 就夹着尾巴回家吧 哈哈哈哈哈哈 可恶 数骨这些家伙 真是欺人太甚 司马懿大人为什么没有反应 难道就让人家 举着鼻子骂我们吧 冷静一点 其实敌人他们 也一样着急 忍不了了 跟他们干 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厉害 站住 那样的话 就中了敌人的计了 一点也不错 各位 蜀军确实可恶 那你们也要败出 毫不在乎的样子 现营 你不能 新现营大人 是新现营大人来了 敌军现在看来 只不过是在挑衅而已 那么 就做好防备 静观其变好了 是 新现营大人 真行啊 你这孩子 剑拔弩张的气氛 都被你说得缓和了 不过 我也是认真的 为了明天的希望 抖擞精神奋战吧 新皮大人 新现营姑娘 二位成功压制了蜀军 完成了防守 这样一来 可以说蜀军已经失去了胜算吧 不过是小事一桩 这也是 为了让大家继续前进 对了 司马懿大人 您说蜀军已经失去胜算 是什么意思 理由有二 习 蜀军是远征而来 因此冰粮是一大问题 他们的冰粮 早晚会先与我们耗尽 那正是他们进行挑衅 急于开战的原因 我们只需静待时机 攻打撤退的蜀军便可 至于其二 放告 满蜀将军在合肥 击破了孙吾的大军 就是这个 蜀军一直觊予厚望的孙吾 已经败在了我军面前 既然如此 已经无需等待他们兵粮耗尽 现在 我们便可转手为攻 现在就与蜀国 不 与诸葛亮 一决雌雄 应打击敌人的痛楚 武将军在那里 升啊 就在武藏园这里 打得蜀国体无完肤 出个量 你也会命丧于此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